爆走兄弟這個動漫呢 是在很久以前 大家小時候都看過的動漫 在三個月前呢 我突然之間又想起了這部動畫 然後就把它照出來看 看著看著就回憶起之前玩市區車 的一些回憶 所以我買了這個 我買的這個市區車呢 就是動畫裡面 新馬列用的第二代的車 就是音速雙鋒 為什麼我買這個呢 為什麼不是買更具經典代表的第一代車 或者是更新的最新的一台車 甚至是2013年 田園公市區出的AR底盤的車 為什麼是選擇這個 而不是選擇其他的呢 這是我原因的 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買了第一台車 那台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應該 應該已經忘了 就是 魔鬼司令 那個車呢 買來的時候是已經組裝好 還是別人幫我裝的 我已經忘了 因為很久以前了 然後 我真正 自己組裝的 很久很久以前 真正自己組裝的就是這一台 也不算是自己組裝 就是跟我哥一起 把它組裝好的 所以 我才再度買了這一台 今天 要來組裝起來 回味一下童年 Let's go 先把它拆開 那我買的這個是 有附這個馬達的 然後 哇 它零件 還挺多的 還有 還有備用的零件 發現 不錯不錯 然後 它的輪胎 它的輪胎是這種 就是這個 有紋路的 雨胎 我覺得 非常好 然後這些就是 車殼啦 這個就是車殼了 然後 底盤 我買的底盤是這個 比較新一代的 S2的底盤 原本在想 要買 S1 還是S2的底盤 因為其實S1才是比較 最最最 經典的 但是 因為那一款沒有附馬達 然後 馬達還有另外買 所以 就決定 還是買這個S2的底盤 還有附一個馬達 看不看 那我們 開始組裝 是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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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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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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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盤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換車殼的部分 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因為我這個剪刀實在是沒辦法玩的話很平整 所以這邊有些地方沒有剪得很好 不過大致上完成了 接下來最重點的部分 合體 整整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終於把這個 這台四驅車給組裝完了 實在是有點累啊 不過過程中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很久很久沒有玩這樣的玩具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童年一個經典的玩具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台來收藏 就這樣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 我們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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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影片